九位降雨山泉水也枯竭了 然爱香蔬菜生产重镇 青爱万丰两村缺水灌溉 蔬果生长状况不佳 部分农地还被迫伴修根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新就任局长交接 原局长邱风光转调台北市 空缺由原警政署祖秘蔡义猛来接任 云林原长乡有农民 把黑金刚花生拿来制油 因为三斤的花生 只能榨出一斤的油 所以价格相对不便宜 更加精彩内容 请锁定1月16号的中台湾生活网